好,這個是2019年第三題,這個是Palmer線的探目 好了,跌下來,12米,然後不算初速,即是V4 然後不算空氣阻力,又不算人大小,很簡單 G是用9.81,計算Vertical Speed,1,然後2,計算飛人時間 Vertical Speed很簡單,用能量去計算也可以 2分之1,m2,m2,mgh,10點計算 1,m還要約起來,然後2,2跌下來的時間 用S等於Ut,加1分之1,at,2次,S等於1分之1,gt,2次 因為U是0,每個都會計算,很簡單 4分,全世界都會計算 所以,看回答案 所以,看回,你後面的認識不認識 好了,就計算V了 還有,計算飛人時間 OK? 好,接著接下,就是重點 他說,有個人70kg,然後呢 他會stop的,0.3要停了 OK? 好,他問一下你,那個force acting on person by net 好,那你想一下,如果我畫個人 他躺在城網上面 好,對於個人來說 有什麼力量act on個人呢? 答案就是有個normal force 那個normal force,正正我要找那個東西 就是on person by net 這個就是normal force 基本上 就是要找個R6 還有一個weight 好了,那他撞下去的時候 那個net force是向上 因爲它減速,所以A指向上 因爲它減速,所以A指向上 是不是? 好,我們要計算 F就是ma R-weightlet 就等於ma ma,就是mv-mu over t 是的,因爲你有時間給你 你要收回那個時間 這樣可以 再用mv-mu over t impact force其實就是r-w 特別留意 整天都考 好了,所以R-mg 等於mv-mu over t 現在我要計算r的目標 是的,那我看回答案 好了,所以呢 那個r-mg 等於mv-mu over t v是0 剛才最後靜止 然後撞下去的速度 剛才你要計算是15.3 15.3 這樣 好了,那 政府那裏要特別留意 還有,如果你沒有這個concept的話 你只有一分就是這裏 對了,你漏了那個 加上weight 的時候 答案是4270 特別要留意 這裏 好了,接著呢 就 他問你 網柱有什麼能量啊 那你打pe 就不夠了 吃pe 好了 爲什麽有個高度限制 即每個成網 不可以無限高 那不行啊 那不行啦 因爲你知道它 其實它衝下去的速度 就是v2次等於u2次加es 是不是 你s要大的話 你那個v會大 所以它的vertical speed會很大 就很危險啦 這樣會 網會穿啦 那些吹水堤 好像是吧 好了 你說速度會很高啊 所以呢 那個網機會穿啦 又或者那個人會受傷啦 又或者那個消防員 就鑽不住個網啦 因為這樣速度會撞過來 這樣是不是 好了,最後一部分 就嗯 他說 他說 人有機會跌到網邊啊 這樣 所以受傷啊 那個人或者那個消防員都會 那爲什麽很難去 跌到中間這樣 這樣 那你想一下 他現在其實 哦 剛才我選化計算者 就是他開始 Initial speed是0的 但現實中 會不會Initial speed是0呢 那不會的 爲什麽呢 他爲什麽 爲什麽 爲什麽 是吧 所以有個Horizontal Velocity 是不是 好了,所以他這樣 跌下去 啊,撞邊了 就是這裡有個Horizontal Displacement 好了 往往一眼出去幾大力呢 很難預算 是不是 是的 都說一眼得多 一眼少 很難預算 好了,那所以呢 它那個Horizontal Displacement 好多 很難預算 對了 走左後 右要多 好多呢 那我們看一下答案 他說 Horizonts will be 0 1分 好了 Despacement Horizont Displacement 很難 好難預算 1分 都 不容易答的 如果你要答中 所有的字眼 留意回答案 OK嗎?